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见会的强强对决 观察方是珍宝格,最大方生日快乐 双方还是国标,打国标,虎镇,打虎镇 但开场速度方面,观察方这边是 风险,物理 速度都是拿到了 这两个应该是国标里边速度最关键的两个了 一个风险,一个物理 当然打到后期肯定还会抢法系的速度 前期法系速度就那样,但是打到中后期 大家相互点杀的频率高了以后 这个法系的速度也是极其的关键的 开场就出发轻蚀,一把点杀就过去了 那这一次五神台明星赛的话 生日快乐也是奇差一招,没有晋级 排名,我看积分是排名第11嘛 要八个团队,生日快乐排名第11 呆瓜呢 把生日快乐指货的称号给要走了 呆瓜排第9了 呆瓜成老九了 老九成消失一郎了 现在人们又把张梦霄叫消失一郎 好家伙 这一年一个外号 猴哥排第10啊 两个团队中间夹了个猴哥啊 反正都没晋级八桥 都没晋级八桥 冰川诺再清一清 对面早早的也是可以加手一手 王俩追魂 前期点的点杀的话 也就是可以保护一下宝宝们 你毕竟少一个输出自己的宝宝的存活概率 那就会更高一些 对面补上一把王俩追魂 早早的享受这6%的一个伤害加持 倒是对面也不亏啊 也不太亏 主要还是因为前期地府没离远 猜他 再猜他 地府这边要补一补特技 神灵那边还 你还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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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大黄野兽之类也補上了 对面化生死的人心 两层的人心够用了 这个超规速善恶伤害有点高 活一口活了四千多 要不说两层的人心也就够用 前期绝对够用 小爽对面开始反杀放下 独刀扔一扔 这开刀有点低 再来 后边还不错 但能不能点死 出甲三千 这还不一定能点死呢 这有一层一 深耀了 看看善恶的表现 一般很多时候他们会把开场的宝宝加的伤害高一些 但壁雷肯定是不行 哎呦真的是就差一寸呢 对面 我还以为对面换了个虚迷呢 有是有经典法宝 我以为换了个虚迷啊 就换了个普通的宝宝 拼 再来把金青 这把点杀也算是就这么过去了 因为咱们是上帝视角 咱们知道观察方大哥刚才血线就差一丢丢了啊 但是对面不知道啊 他们打PK是看不见对面的血线 你没有第一次把他杀掉 基本是算不出血的 你得杀掉他一次 因为每一场比赛 也不说每一场比赛 可能今天他们会加点有所改变 都会做出一些微调 可能这场比赛就是防御加的高了 可能下场比赛就速度加的快了 他们都会做出一些微调 大的方向肯定没法变了 小嫂再给对面神木铃 脱掉163 差一丢丢血 差四十多滴血 再来163 打掉三次163了 那哪怕对面神木没死 观察方倒是也不亏的啊 这有一说一 最终还死了 打掉一堆163 最后神木还倒了 观察方血转呢 不过呢 对面神木又可以享受到一把 王亮追魂了 但这个王亮的话不给也罢 对面情愿神木不倒地 这个跟开场那会儿不一样 毕竟随着比赛往后地府 这边也有了林源了 看这个样子 好像双方对于林源这一手 不是 不是太 太重视 感觉地府一点林源的话 给不到太多的威慑力 怪党方也不严 对面也不保 一点林源现在都不香了嘛 还是得多来 地府这玩意儿 攒一攒 攒一攒才厉害 在空地府 没风中 无成善 降愤怒的 降那个塔的效果的 这个一般没人用啊 长得像个无本 但实际上呢 又不是 降低一个愤怒的 增加料 看一下漫天这边 竟然出过一把 对面是没出过 再控大套 小嫂对面来一波反点 那这波反点就失败了呀 失败了 大套背后 反正小嫂也没挂中 换地厅 女儿侵蚀 再来一个 对面这波还能再点 捕了个地厅 还能再点 解开大套 化身色 回口再来 看一下小嫂 这回挂中了 关大方的小嫂 那也挂中了 对面神木灵 是十速 有可能对面神木灵 会出不了手 毕竟啊 毕竟对面神木灵 他163 已经被 被破过很多次了 再触发的话 概率 感觉不大了 如果神木出不了手 那关大方大套 还不一定死呢 太刀 这是要空切了呀 哥哥 直接三刀空切 神木没能出手 关大方大套 命还留着啊 看前排的宝宝 还剩下一口气 避雷不行 避雷不行 怎么这么多避雷啊 这避雷点啥起来 真的是欠缺啊 太欠缺了 人卡大金 现在关大方有疑速啊 对面赶紧打针了 这回打了 同样是1.0元 刚才不打 现在要打了 我看一下 现在如果是13 14 15 16 哎呦 现在延长的话 关大方主要是 可以蓄到一个16回合的延长 就相当于是2.0元 那确实不一样 而关大方呢 这边也没有去选择延长 直接抓了一把速度 女儿侵蚀 再来一个 对面老是点不死人呢 带走 这回对面来侵蚀了 这回队长方 也可以点点关大方的神木领了 嗯 也可以点点关大方的神木了 人解地虎 杜杰金生 宝大桃 提虎 也是 解开 小嫂点关大方神木领 关大方点对面大堂 关大方现在有无理系速度 但是对面是轻蚀啊 哪怕血量不够也能扫的 啊 血量不够也是可以扫的 这个电魂闪 缺掉了一个轻蚀的外在状态啊 哎呦 关大方大堂伤害怎么这么高 对面大堂自杀了呀 啊 对面大堂自杀了 哎 破掉杜杰 倒地 自己把自己杜杰就破掉了嘛 因为扫完了不是还要扣血吗 但是由于轻蚀啊 他血量不够也扫出来了 但是很扫完的 这是一个技能机制嘛 他是要扣血的 扣完血对面就把杜杰金生破掉了 破掉以后神木领一抽 这不就自杀了 但是也还好换了关大方一个神木领 但对面女儿他没针啊 对面女儿没针啊 所以关大方是可以延长 而对面没法延长 看一下宝格这边的思路要不要延 双方同时换地厅 同时换地厅 就看谁的速度更快了 大方休息结束 配合地厅倒是还能点 但是毕竟双方都是有地厅的 怎么着也得考虑一下地厅的问题 一把金青 先把地厅处理掉 所以这锅应该是不点了 尺子来晚了 又骗了一把尺子 把神色回口 先延长 既然关大方选择了 把零元全丢了 那这样宝格这边 就得加快自己的一个进攻了 那不然你这两点零元可就消耗 在人家站起来 你这两点零元就白给了 所以关大方这边 一定要把节奏再拉快一些 谁延长 谁拉快节奏 谁没延长的话 谁略使 谁就赶紧起子 现在国标 基本就这么一个机制 等到自己大堂站起来以后 对面地厅手里的零元 这边就是他最大的仪仗 最大的底牌 撑半个5换 3个指 换一口 点过去 看看宝格这边还要不要继续谷地听 因为如果打不开这个局面就蛮尴尬的 踩踏 黄泉之息抓一抓继续抢速度 凝职树再丢一丢 可能暂时没动作 等对面 你看对面也杜洁精神保的一手 等对面这些状态结束的再说 怎么看不见这个孩子的血条 大哥你血条了 这锦衣把血条藏了 是吗 看不见孩子的血条了 现在锦衣确实容易出bug 锦衣 锦衣盖 盖起来 好 有多汗呢 对面大堂熬起来了 那现在就是对两方有优势了 你没零元了 人家手里有两点零元 官僚方在点倒对面大堂以后 并没有把这个优势扩大 不好搞 现在就看宝哥这边 能不能继续把自己的 这个强势进攻延续下去了 如果延续不下去 对面可就要反攻过来了 再来吧 金青 小爽挂中 官僚方还要延续自己的进攻 不想给对面反攻官僚方的机会 因为速度优势还是在手里的 主动权就在自己的手里嘛 我点你是为了让你别点我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虽然官僚方没零元没法延长 但是点倒你 就相当于保住了自己 再笑一下 找地听 皇权之息 再抢速度 有的时候打开局面 可能就是一个地听 或者是一把青石 就把这个僵局打开了 小四海 卡一个 战敌加上 你看咱就说吧 地听也有了 青石也有了 一切就都有了 小省再点对面 女儿村 这不局面就打开了 吸钱 刚才打不开的局面 反而一把青石就打开了 再拿地听 带走对面 女儿村 神诱 神诱 把地听清掉 继续爆 继续出嘛 现在就继续出地听了 再把对面神木点死 官僚方直接 无后顾之忧 真的就无后顾之忧了 因为马上对面大同站起来了 对面虽然女儿村倒地 但是对那方的点杀能力还在 磁心洗澡 大桃马上就要站起来 第一是有了三点灵源 第二人家低腹神木都活着呀 配合大桃 人家是可以完成一个点杀的 我和四杯 人拉大桃 小死亡 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反点官僚方 女儿村 对面想延长 必须杀女儿 来 上巨剑 秦三叠 差不多带走了 把宽南方 女儿村也带走了 对面地府的三点灵源 也来了 这样感觉双方又回到了 同一个起跑线上 只不过对面前期药品吃的 比官僚方稍微多一丢丢 但是也没多多少 大家看起来还差不多 没多多少 杜杰金身 再保神木林 但同样的 就是中无魂了 小死亡 不想让你延长 那就给你扔无魂 再点你地府 断你的根 把你的根给你断掉 哎呦 这没延出来 这一手无魂一众 地府没了呀 地府没了 这就尴尬了呀 宽南方打的也是极其的果断 因为你没别的办法 你防止对面延长 尤其是长时间的延长的话 只能果断 这么来 单抽 大堂也被带走了 宽南方这边还是 奇高一招啊 再加上那手无魂 关键时刻的一把无魂 因为你想让人家两回合 连着中无魂 或者发分下 这个概率啊 也不是说不可能 只能说这个概率 学上讲是稍微低一些的 扁杀可能就更果断 如果点不死的话 下回合 我再给你扔一个发分下嘛 也不耽误 小嫂 再挂对面神木 这就流畅起来 其实就是从一把青石开始 把对面女儿一点死 一切局面都打开 温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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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没血条 对面还并没有放弃啊 关的方那就接着换迪行往下冲吧 到这放弃不放弃的也不关键了啊 因为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关注 没有点赞的帮忙点赞 一个精神打开局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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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白白不了呢 哎 这还白白不了 这回白白了吧 哎还没有 这回白白 我就不服了 你还能再坚持一个回合 再来 拜拜